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库柄方的这款新款的TOK9X白色版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把主机已经从包装盒里拿出来了 然后这里是主机 然后这里是包装盒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配件情况 包装盒用的库柄方最经典的那个包装盒的样式 打开以后是那个说明书保修卡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VIP卡说明书的都是在里面的 但是呢这里面注意有一个插针 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以从机身上面把SIM卡取出 还有就是在这里有USB线 而整个包装盒是用环保材料制作的 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主机 而TOK9X是一款8392的首款主机 那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现在是采用的是iPad Air的屏 2048层1536 有4万的好分 而且有真8和8392的2.0G的峰值 那么同样也有TD和WCDMA的双3G 然后还有一个2G的内存机 1万毫安的那个内置的电池 去后电池 那么可以看一下整个机身上面 正面是窄边框 是一个手握拿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边主机 这里可以看到机身厚度非常薄 这是最厚的边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是最薄的边 这里有音量大小和开关机键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 这里是扩展卡耳机插孔的 那么机身上面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 SIM卡的一个插槽部分 这里可以装入一个卡槽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背面 背面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材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加闪光灯 效果非常好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正面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金属的一个抛光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金属边线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全铝合金的被盖 而背面的话 中间它会有一个整体的防滚架 那我们以前的拆解上面 都已经了解到了 好吧 我们也来看一下机器的一些使用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屏幕正面 是一个iPad Air的视网膜屏 那我们看一下它可视角度 这个是一款iPS的 iGZO的一款屏幕 达到视网膜的分别力 我们可以看各个屏幕上面 可以看到各个视角上看 它都是非常清晰的 没有视角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操作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们先看一下播放的情况 播放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 好 看到视频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官方网站的一个情况 可以打开官方网站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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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 易于查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功能 好 这里有一个拨号功能 比如说我们 可以通过蓝牙耳机 去跟朋友去聊天 拨打电话 这里是 可以打 连通移动的各种号码 当然都是 你插入了SIM卡就可以的 还可以 发短信等 浏览互联网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观看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图片情况 和视频情况 这是个猪蚱 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牵眼 视网膜屏在这些显示效果上面 是非常好的 好的 好 我们先介绍 这个